好,线上的投资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的晚上9点05分 那今天来跟大家报告 通膨跟限电会有一个选股的逻辑方向 那如果你是我的LINE的好朋友 那我贴文都有写的 那一定要加入LINE 好不好 因为将来比较多的资讯 我会放在LINE上面 那债务上线的事情来跟大家做更新 那这个干扰跟筹码面 可能10月份的行情 到10月中可能都还是震荡的行情 究竟为什么 一定要守听老师节目 谢谢 好,来 自家人晚安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结算还有8个交易日 有8天 那这8天我希望你不要被扒了 好不好 要谨慎操作 此处评估不会太好 为什么 待会来跟你讲 那大逻辑支撑下 其实不要悲观 不要悲观 那通膨跟限电的部分来跟你讲 那债务上线 有一个权宜的法案 今天晚上应该会通过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好不好 所以待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在开始节目之前呢 先上警语 我们一开始呢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行情的部分 那这个 债务上线的事情呢 老师在9月4号 月初就来跟大家报告 这个是一个重点 债务上线 秋季的一个重点 9月15号 在这个放假之前 我跟大家更新两个日期 9月27号跟9月30号 那这两天 其实你也都看到了 法案没有通过 那今天也是一个 截止的一个投票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应该会通过一个 权宜性质的法案 在我们中秋假期回来之后呢 台股下跌 那我讲到这个临时的一个预算案 那众议院其实也有通过 那参议院这个部分是被否决 我在周二节目有跟大家讲了 就是被否决了 被否决 所以股市也有这个震荡 来那今天来跟大家更新这个 就是参议院的一个多数党的领袖 他提到说有一个这个 权宜的法案 短期的一个法案 就是帮助政府的资金 溢注到12月30号 其实就只是往后演而已 让这个10月1号开始的这个政府呢 可能可以不要关门 那这个已经是达成一个协议了 但是呢 债务违约的事情呢 还是会在10月中 这三个礼拜 还是有可能会有违约的问题 因为这个债务上限并没有提高 它只是通过一个临时给政府的支出的法案而已 所以呢这个干扰还是会继续了 那但是呢 这个法案以过去的经验 基本上吵一吵还是会过 我想所有的财经媒体也都是这么告诉你的 所以其实逻辑上是会过 但是股市最怕不确定嘛 你哪怕说有这个百分之一的机会 只要不确定股市就是震荡盘整 所以这段时间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但是震荡盘整我也讲了其实也不一定是坏事 也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整个大方向逻辑还是对多有利嘛 所以呢 这个是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事情 还是会继续干扰 只是通过一个临时的法案而已 那重要是升息的事情 9月初来告诉投资朋友 到2023年2月份升息一码的几率 37% 连五成都不到 9月23号联准会的一个会议之后 我跟大家分析这个会议的重点 那在一样2023年2月份升息一码几率 升高到41% 一样还是有一年多的时间 零利率 所以零利率的条件之下 投资朋友市场上的钱真的太多 所以跌下来都还是会有钱 要找投资的标的 所以第一个大逻辑你先不要看了这么坏 那我也有跟大家更新这个联准会的一个重点 提到什么 成长的预估被下调 通膨的预估被上修 联准会原先预估通膨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那最后他提到说比原先预估还要高 比原先还要预估还要高 所以这是最近 股市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动荡的第二个原因 所以呢在9月22号周三 我跟大家报告 股市在这里 债务上线的事情有震荡吗 那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心里面 昨天老师虽然没有直播 但是我昨天晚上原先想要发一则讯息 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 让自己休息一下 其实我是想要告诉投资朋友啦 股市基本上没有在这个犹豫害怕的时候 多投行情结束了 以一个基本的心里面 所以9月22号当时也这么跟大家讲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最后拉这一段上来 现在打回来 这是今天的一个及时的报价 今天打回来 这个恐惧贪婪指数还是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在20几这个地方 那2020年的3月份 新冠肺炎的这个恐慌 其实有一度跌破20 过去回挡 过去回挡在20这附近 都是市场上非常担忧摇摆的时候 所以其实信心面不足 那越是这样 其实股市的多投行情越不容易结束 第一个当然在我跟你讲的那个条件 还是一个零利率 QE要缩减购债 他还是要购债 他还是会买债券放出资金 一直到明年年中 所以这个震荡跟这个心里面 我还是跟头这么讲 先不用这么悲观 在QE跟这个利率条件之下 投资朋友我觉得技术分析 你可以要尊重它 但是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绝对 这是我昨天原本想要发文告诉你的东西 好 所以国外的部分看起来是震荡 但是你不要看这么坏 因为法案的事情 大概就剩这个干扰跟通膨的事情而已 所以通膨当然你只要选股的方向逻辑要对 待会来跟你分享 那我们回到国内的部分 我在9月25号周六的节目 来跟投资朋友分享什么 我跟大家分享到选择权 在台值这连续两天的大涨 涨了300多点的这个时候 选择权连续下降 然后跌破了1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会走盘整而且会偏弱 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指数的部分不会太好 好 那到现在的一个股票的结构 也来跟你做分享 从8月7号到现在的这个行情 投资朋友 大的逻辑方向是偏多做多 没有什么错 但台北股市出现了一个量缩的盘整行情 那量缩里面 你又看到空投股票的数量 比多投股票数量多 所以其实这个行情非常不好操作 非常不好操作 那我们也很谨慎的去操作 那股票一定会有对跟有错 所以在这种盘整的一个状态之下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 心情可能不太好 都会拿分析师当出气筒 但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报告的东西都是有数据的 该提醒你的 我都有提醒大家 好不好 那今天有个收链的讯号 我们也有去买一档股票 那大概在4%左右的附近去买的 那收盘是拉涨停的 那当然股票还是一样 先保留不公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部分来这边有收链 但是这段时间他有收链一下 又变差 然后又收链一下 又变差 真的是不好操作 那我就跟大家讲 你的节奏放慢一点 给会员的这个盘式抠讯 也待会来跟你分享 好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来我们先看这个 数据 来 投资朋友你看这里 选择权到现在 来投资朋友已经到了0.89 这是最近这个月 那我已经跟你预告了 10月13号才要结算 他现在就已经跌破1了 而且来到了0.89 那今天是稍微上升 昨天在0.85 好 全部月的部分 五个 五个 五个的合约 五个合约就是连续三个月 加两个季度的合约 五个合约加总起来都跌破1 那当然这是告诉你指数的部分 可能会有修正 整理 好 所以这个先跟你讲一下 那最大位平常量上方在1万 7千8下方在1万6 所以这个选择权第一个 它出现我跟你讲的 从这里我跟你讲 它是结算之后是死亡交叉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跟你预告 黄金交叉的这个时候 这里的指数 会很抗跌 相对不错 然后结算后 死亡交叉 我跟你讲 接下来指数不会太好 所以你心里要有个底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当然可能债务上线的事情 好 法人已经开始认为在这里 可能不太会涨 他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可能就是 在期货选择选市场 做这个避嫌的动作 好 做cell code 放空期货 所以投资朋友 那我就先跟你讲了 因为已经跌破1了 所以到10月13号之前的指数 都不会太好 这是今天跟你讲的结论 所以你看到指数跌 你要认为是很正常的 好不好 来期货的部分 来这里空单 大概略微增加了 略微增加 但是就是一个避嫌的行为 所以在这里操作 要谨慎小心 那股票的结构 也是大概是这样 空投股票数量比 多投股票数量多 也是要谨慎小心 但是我还是跟投资朋友讲 方向上面 在这个低利率的条件之下 如果你很积极的 你可以看盘的 你要做空 我没有意见 但是投资朋友 我在这里 我只是先跟大家提醒 在QE跟零利率的环境之下 我想你是老师的忠实观众 你应该也很清楚 我跟你讲很多遍 QE跟零利率的条件之下 除非你真的很有把握 要不然我觉得尽量不要去放空 被告的几率真的蛮大的 好不好 所以这是齐全的一个筹码角度 跟你做这样的分享 好那昨天的一个融资有做点减少 然后在这边也跟你提醒另外一件事情 这一个是上市的维持率 如果你有看老师在8月7号到8月20号这之间跟你最终 融资维持率的话 那我相信你会知道 我跟大家讲 一般到160这附近容易直温反弹 那昨天已经来到了 你看在这里是不是来到160附近 这里那是不是反弹了三天 然后这里又再度的昨天跌破160 那今天也有稍微直温反弹 跌破160代表 开始会有些融资停损 所以投资朋友 那在这里跟你提醒第二件事情 就是空头的这种股票数量 比多头股票加速多的时候 代表比就没有族群 你做多其实不是这么好做 你也不要乱追股票 那量缩其实也容易被扒来扒去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条件之下你不要用融资操作 那你现在如果有用融资操作 那你要特别小心 如果融资使用率很高的 这个160以下 如果行情继续震荡下跌的话 那很多股票会莫名其妙的跌 就是被断头的跌 所以呢 维持率是这样跟你做提醒 来 再来呢 看一下这个 昨天的这个 昨天的这个是 贵买的 融资减了大概14亿左右 维持率也来到160这附近 所以今天有反弹是正常的 那就提醒大家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观察 不要常态性到160以下 要不然这个股票 比较容易会有这个下跌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里跟大家讲 筹码结构看起来不是很稳定 所以跟大家报告 行情看法上就盘整 那为什么会到10月13号 8个交易日我也讲了 就是这个月的期货选择选的资料 是这个样子 我来跟你讲 好 那个股操作部分 我们三天没有什么动作 那今天有这个收链讯号 所以我们今天去买股票 我们今天买这档股票 大概上涨4%左右买进 尾盘工涨停 这是AI的部分去买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不是每一笔都一定赚钱的 我当时告诉大家 我们周六跟大家讲 我们AI剩一档股票 就是普瑞 那普瑞这股票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买的 穿嫁证据也跟大家提供过了 到上周五 表现都还不错 创新高 那小型股 你看到 这个速度跌很快 这个在9月27号这里 开盘没多久 跳空往下 这里跌很快 很快就到我们会员的成本了 所以我们评估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有机会 但是他有跌破我们设定的支撑 所以这股票 我是请会员停损出场 所以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不会每档都赚钱 但是这个行情里面 可以做的我们做 设好停损 然后普瑞这股票 他的股本比较小 所以其实投资朋友 我在周二的直播都有跟大家讲 包括线上的会员 都是一样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不管是机优的会员 还是高价会员 因为这两组的会员 人数都是比较多的 所以投资朋友 或者是我的会员都会知道 一般来讲 我比较不会带 这两组会员去买 股本太小的公司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知道我有做类似像 这个 我们讲负财好了 刚好像有个会员讲到负财 对不对 负财这股本是大概68亿左右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4966的普瑞 这张股票的股本是8亿元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很少会带会员去买 股本很小的 因为股本很小的公司呢 就类似像普瑞这种状况 他的一个 第一个 当然股本小就代表他的一个筹码比较轻嘛 所以这种会有个剧烈的波动 当普通会员人数一定是最多的时候 普通会员人数最多嘛 大家去买这种中小型股 好进不好出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股票就是告诉你一个案例 那今天也要跟投资朋友讲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去买一个股本相对大的 比如说像2330台积电好了 这2000多亿的股本 好那你看哦 3714的负财 这个68亿的股本 他之前是金电嘛 大概100多亿 我们从金电的时候就参与这个股票了 好投资朋友 所以我尽量去做稍微具备股本 有价有量指标性的公司 但是投资朋友要记得 如果我们今天选择做稍微具备股本指标性的公司 他的波动一定会稍微比较慢 因为有价有量 那这个其实做有价有量公司 不太可能说跟什么主力配合啦 我就举例好了啦 你看2603的长龙 这个股本500多亿元 这都是有价有量的公司 所以老师带会员做的 普通会员的那五档股票 包括像这个8415的大国钢 股本103亿元 所以如果我们做大股本的公司 他的波动一定是比较慢 那如果你今天要 拿我们这个做有价有量公司 跟这个很多人去做这种中小型股 类似像普瑞啊 或者是前阵子很标的 举个例子好了啦 矮扬 这股本22亿元 股本小 那当然筹码轻 波动幅度一定是这样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不会分辨这个 我们带会员的考量 买直优的公司 指标性一点 有价有量好进好出 是我们一个基本原则 好不好投资朋友 所以我们很多 投资朋友在看那种电视的老师 在跟你讲什么某某股票 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他的股本 如果都喊三亿元五亿元的小股票 那那种股票 你要特别小心 可能会被阻力坑杀 然后无量跌体 你怎么出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带会员做的 尽量会做有价有量公司 那有价有量公司 我们求的是可以稳健的获利 那当然中小型股是做个搭配 但是绝对不是 怎么样 全部主要都做中小型股 所以如果你是看自己老师 超过两年三年以上 你都知道 我节目上跟大家报告的 包括我的影片下方 我这朋友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我所写的东西 来这里 选择价值低估成长股 操作有价有量的好股票 明白吗 所以我们尽量做有价有量公司 所以你不可能求联发科台积电 他要像很小型的股票 一直标一直喷嘛 明白吗 带会员的部分 我们会先考量好不好进 好不好出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不会每档股票都赚钱 对错我其实都有讲 好吗 所以投资朋友来 邀请你 你可以订阅老师的频道 YouTube这里 搜寻老师的名字 订阅 开小铃铛 按赞分享 我在二三四六晚上八点直播 我尽量八点 因为最近真的有点事情 比较忙 所以我就尽量准时 好不好 来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老师的频道呢 我跟大家讲的是个趋势 那我也尽量用有依据的东西 来跟大家讲 就像我的大数据来看的话 在二月份 多方股票数量比空方股票数量多 星星还要高 股价比星星低 所以紧缩当时八十块钱 所以环境不错 我来跟大家讲股票 那环境比就劣势的时候 比就相对不好的时候 我股票少讲 所以有投资朋友说 最近老师好像蛮少大侠来解读的 大侠来解读不是都在讲 可以做的股票 有时候是告诉你 哪些股票不太能做 就像我最近提醒你的造子股 也是告诉你 不要看新闻去追 所以四月份在这里指数涨 指数再涨 多头股票数量再往下走 这个是一个背离 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 我就建议投资朋友 要逢高减码 所以该保守的转折点 我都有提醒大家避开 所以四月份紧缩做的比较短线 这里有出场 节目都有讲 五月修正这一段 五月二十五号来 又在黄金交叉 数字又数据又好转 我又来跟你讲股票 紧缩在百元附近 最近修正整理到末端 对不对 八月二十号转折点 我也有提醒你 那我跟大家讲 哪些股票是比大盘还要强势的 多空分界 八月十八号 我说领先站上去的股票是强势股 你可以先注意这个股票 所以紧缩当时是一百八十五块钱 但是很多人是等到营收出来了 新闻在播报的时候你去买 那你刚好买在相对高点 对吧 所以是不是这样套下来 但我讲股票尽量在转折点的时候跟你讲 而且数据有好转的时候跟你讲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我做节目我不是报名牌的 因为当分析师不是要跟你分析行情吗 我透过数据跟你分析吗 对不对 那我会跟你讲我看好的产业吗 我预告什么股票吗 没错吧 那我有做拿出证据啊 那这股票 紧缩老师从去年讲到现在讲一年了 你有看过分析师同一档股票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涨跌都讲 对吧 所以投资朋友我觉得你看节目要分辨 我只是举例给你看 然后提醒你不要做这些趁热度的行为 这个台股的环境我告诉你 散户比重超过七成 然后量这么小 当冲比重还超过四成 这是台股真的相对有点难操作原因 因为量都缩了 他又有四成的量在做当冲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反市场心理 散户在做什么 那你就不要去做那样的事情 所以远离趁热度的行为 老师的节目最弱势的族群 我们应该都有提醒你避开 虽然这段时间行情不好 我会员布局股票也会有套牢 但是投资朋友 真正这种地雷 我是没有让会员踩到地雷 我还有提醒观众朋友避开 五月讲的面板 对不对 报价见高点 然后连续讲 叫你不要买 有的要卖出 观众都有避开吧 所以看我节目一定有帮助的 好不好 我虽然做多 但我不是所有股票都跟你讲 可以做的我跟你讲 不可以做的我跟你讲 七月份在这里航运爆量 我提醒大家航运 对不对 然后当周周报告诉你大户跑掉了 隔一个礼拜告诉你台华办现真的事情 也都有提醒你避开航运 对吧 那这些不是都是趁热度的行为吗 大家在热在风的时候 你才要去追 行情 转折点 八月七号告诉你 开始不好做 你要谨慎一点 当时美元转强 缩减购债的事情 大家有这个预期来 从这里八月七号跌到这里 跌到这里 我告诉你有背离 不要悲观 原因是什么 都可以去看八月十九号节目 然后告诉你有背离讯号 告诉你台积电是买点 那台积电不是台湾股本最大的公司吗 我节目就尽量讲有价有量公司啊 对不对 那是从这里开始长到这里 八月底告诉你要震荡 我要减码 这里 你可以去看当时节目 我告诉你 我预计会震荡了 隔天我就带会员做解码 我该提醒都有提醒 九月四号提醒你不要追齐帮 股本会膨胀 对不对 应该都有帮助到投资朋友了 到现在的齐帮 来所以投资朋友 你是第一次收看的 欢迎你可以订阅自己老师的频道 我们现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手机打直来这里 先聊天室叉叉先点掉 点掉之后来还没有 按赞的自家人先帮我按赞一下 按赞素材128而已 按赞分享影片 再点聊天室就可以回来了 还没有订阅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好吗 投资朋友 我讲完才增加三个而已 自家人先按赞再看影片 好不好 我节目定期给你大侠解读 对不对 9月1号告诉你这些平概股 用系统看过告诉你都不能做 9月4号跟你解读低轨卫星 台阳是里面架构最强的 到9月16号这里台阳还有跟你讲 还是在系统上的强势股 那我有做的 我有拿抗讯告诉大家 对不对 台阳有做 这里61块2买 然后中秋假期回来 震荡之后又拉涨停板 我们还是留着的 这天卖掉是因为这个 凯基松山隔日冲 那我们就建议会有没有 短线先走 我们设定的目标有到 那隔日冲我们就先走 就台阳还是很强 那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毕竟他还没有 缴出财报 还是个亏损公司 所以我们还是先以短线操作为主 然后这里也提醒投资朋友 你有台阳的 没有要你放空 但是你要自己要小心 经验上面是这样 好不好 投资朋友来这一段 从这里涨这一段 大概40块钱 从这里再加40块钱 其实一个对称满足差不多 所以你在这里要追的话 你就要自己谨慎一点 好吗 好 那我周六有跟你解读 工业用试 对不对 这三只股票 其实这三只股票 你买进去 应该也是套牢了 阵容对不对 1907 永风雨嘛 对吧 你追进去 一定是又套住了 1909 然后有网友也非常热心 有帮老师更正一下 我说架构里面 三只里面比较强的是龙城 但是我还是不会买 为什么 这个架构里面 当时比较强的 周线再多方的是龙城 那我说上面有大量的压力 所以其实我不太会追 好不好 29块有套牢 你要特别小心 再来就是32块钱 那这个暂时 我们不会想要做 我会等他真的结构 转墙再说 所以最近跟你解读这个 然后现在跟你讲这个 好 投资朋友 今天是9月30号 然后就是在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十月十三号 才是这个 期货选择权结算 然后这里面会有这个什么 双十节的放假 然后在十月十二号 因为这个放假前是八号 十号前公布 所以最后公布日在这里 十月十二号 所以在这个架构跟你讲一下 明天星期五 然后这一个礼拜 因为要放这个假 量应该还是萎缩的 又要公告营收 然后架构又比就不好 所以到十月十二号回来的时候 这里的债务上限应该有个眉目了 然后期货选择权也结算了 所以就是跟你预告 接下来这八天 你还是要忍耐一下 不要乱做 好吗 那十月公告 九月营收 就是七八九 第三季的营收 一般法人来讲 在这个第三季的营收出来之后 会稍微去估算一下 大概这个公司的第三季财报如何 那第三季财报都是在十月十四号之前要公告 所以投资朋友 我就跟你先预告 行情应该会在结算之后 开始有机会展开一波行情 好 那你这八天 你要忍耐一下 不要乱做 不要乱追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投资朋友 我就跟你讲 这段时间 你不要乱做 那有机会稍微 懂得稍微调整一下 那什么股票是该留的 我们也来跟你分享一下逻辑 所以这八天 你要有个心理要有个底 好不好 不确定 还要公告营收 债务上限的投票 所以你不要去乱做 所以我这个已经跟你讲完 指数不会太好 原因我也跟你讲了 但是你不要悲观 利率跟QE还是在 你不要悲观 通膨跟限电的事情 会接下来跟选股的方向 有些关系 那我今天把这个下面的那个 产业我把它改一下 将来我尽量跟大家讲个趋势 看综合这个通膨的事情 然后基础建设 电动车 那我们今天买的就是跟原物料有关系的 好来 我们先讲通膨这个事情 通膨是在 这个9月23号 跟9月28号 这个鲍尔的听证会 他讲到这个 通膨比预期的还要久 因为之前 连准会都预估 通膨它应该是个短期现象 但是在最近有一点改变 那这个跟我原先在9月15号跟你讲的 看法 有点出入 所以我也会去做点修正 我认为不至于会有这个 很长的通膨 但是最近 光是限电的事情 好那让这个趋势上有些改变 好那让这个趋势上有些改变 这个是 女股神伍德嘛 他提到将来的经济应该会陷入一个通缩 他他也是认为 通膨是短期短期的现象 那当初连准会的大概所有官员讲法上也是这样 出完最近这两期的数字也是这样 但是最近连准会官员改口了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 有些东西我跟你补充一下 来你看 美国的房价涨幅 连四个月破纪录 房价涨上来了 这个涨幅蛮大的 然后呢 天然气的部分也暴涨 所以美国跟欧洲的部分 通膨也是拉警报 那这个是油价 之前在QE之前 我跟大家讲油价这个在跌 所以九月份我跟你推估 不会缩减QE嘛 好那最近油价又创新高了 来到79块钱 英国有加油站都没有了 然后店价涨翻了 所以油价是所有通膨的源头 他创新高了 有人预期他可能会突破百元 好所以这个是这最近这九月份的变化 油价这样走 天然气 房价 再来我们看这个铜价 铜价也是供需很吃紧 所以所有的原物料都在涨 再来棉花也飙涨 所以今天的纺织股有点在动 对不对 好那我们今天大侠解读一下 纺织股 他讲的这些纺织股 可以做吗 那也要跟大家讲 不是推荐股票 是来帮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新闻 我们也还没有买纺织股 OK所以我们听个音乐老师喝个水 来老师用我的系统来帮你看一下 这里面点名到的 纺织股 来1440 好这是南方 南方的股本大概是165亿元 今天有拉涨停板 9.85% 在老师系统上面 他是顺势的股票 他是顺势 他有符合 日线这里刚翻多 周线这里有转强 动能有慢慢转强 今天收盘是26.2 来那他的大量价格已经突破了 在23.6 就是个支撑 你可以注意一下 好那今天拉涨停板 上面的压力区 大概在31.2 对31.2附近 最近这半年跟年度的大量 在31.2 所以震荡你可以考虑 南方是有符合的 14444的 利利 今天也一样拉涨停板 但是利利 他没有符合在我们的顺势条件 你看周线趋势 他也还没有翻多 日线这里有短线转强 好所以呢 这个股票上面有大量的套牢 13.35 14.8 给你参考一下 那像选访之股 就刚刚的南访 可能是可以考虑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1459 好连发 连发呢 他是 这个 没有符合顺势 所以他今天也拉 涨停板 那我觉得可以观察 他在这里 日线趋势也快转强了 来现在收盘是13.65 来上面的大量套牢 最近这一季在15块钱 再上去 大概是18块钱 所以这上面有套牢 可能不是 不是你的首选 再来呢 1455 急胜 好急胜今天也拉涨停 对不对 好急胜 你可以看得到 他也没有符合在我们顺势的条件里面 今天收盘是21.35 来下面的大量支撑在 19.7 再上去的套牢 大概在26块半 所以这股票 稍微可以观察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选的话 可能刚刚大股本的南访 你可以考虑 所以一个新闻 我帮你解读 1440的南访 可以考虑 其他的话要观察 OK 希望对你有帮助啦 再来我们继续讲这个通膨的议题 大陆限电就是因为煤炭价格太高嘛 他已经高过于发电的成本 所以越发电越亏钱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通膨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膨的部分 包括钢铁的这个 钢铁的这个夜连的盘价 大家原本认为不会涨 就他还是有调涨嘛 涨幅又于预期嘛 今天钢铁股的表现也不错嘛 我相信有钢铁股的 今天心情应该好多了吧 对不对 来这个是限电的事情 记不记得老师在周二来跟大家讲到说 我认为这个限电 我们自己内部的评估是 会成为一个常态 很多人告诉你不会常态 对不对 但是我周二跟你讲 可能会是个常态性 好那现在新的新闻出来了 每季可能会停电20到30天 会轮流 每个省份会轮流 所以这个限电来讲的话呢 投资表他会是个常态 大陆这边要做碳中和 那发电的成本又高过去 然后又生产一些低毛利 赚不了太多钱的 但是污染他自己的环境 所以当然这个状况会让 整个电子的供应链会有些 可能不管是外移也好 零组件缺货也好 这是第四季 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操作上 电子股的一个困扰 那这是一个新的利空 但是当然也会有些逻辑要想一想 所以从这个通膨的这个逻辑 跟这个电子股的部分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比重上面 你可能原物料的比重要做增加 电子股的操作要谨慎 那可能也适度做点调整 所以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第四季会做点调整 好所以我都跟你报告了 选股逻辑 原物料这些 基本上不管是通膨 或者是限电 限电会有利于什么 你也知道我周围有跟你讲 会有利于钢铁 所以钢铁股 我们还是继续的做坚持 好待会来跟你讲 所以如果你认同老师理念的 欢迎你可以跟着老师做操作 个股买卖推荐 我们只有用亨达投顾的APP 发送讯息给我的会员 通知他们买进跟卖出 看节目不要跟单 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讲 做分析师的工作 当然做节目就是要跟你分析行情 跟你讲我看了方向 我看好的产业 我跟你预告 我带会员有做的 然后我有拿出抠讯 我有先预告 有抠讯 对不对 重点是让投资朋友知道 老师怎么带会员 你资金充裕就参加 你资金不够 你帮我按赞 分享 我都很感谢你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 看分析师的节目 都把我们节目当作一个爆牌的节目 然后这种行情震荡的时候呢 就把我们当出气筒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 我每天都讲很清楚 你要自己操作的 盈亏自负 老师的会员 我每天都讲很清楚 我只有两组会员 普通跟特别 而且我普通 我没有再去分什么新旧会员 同业都会把普通会员分成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那其实这个是跟 合约上 投股的合约是有点争议的 因为你参加普通就参加普通 你为什么还要分普通一普通二 那当然有些人说 因为筹码 但是有些是为了要多买很多股票来表演 那我新旧会员都是在 同一组里面控制无党股票 这个有优点有缺点 优点是 当然我们所呈现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 那缺点是 当然新加入会员进来 如果前面会员有买一些股票 可能当然就是讯息会变比较少 所以我们也想好一个方法 用AI的讯息帮新会员做一些衔接操作 那我们给会员的服务来除了抠讯以外 还给会员专区 我们入会员因此股追踪投资名单246 用老师的系统去选强势股 放到投资名单给我的会员 那我们投资名单都是有设定价位的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会员的服务跟同业是不一样的 那你参加老师会员 我教育训练 我怎么带会员 我也都是在一开始就录影 讲很清楚 我们大概会怎么带 买卖的控管方式 那股票大概怎么分配 会遇到什么状况 那我们大概会怎么处理 所以我一开始都先讲很清楚 还有会员的股票 我们在会员专区持股追踪 就会做追踪了 所以我们不会在节目上 每天要跟大家报告 我会员的持股 那是同业电视分析师在做的事情 因为他们没有会员专区 他的会员只能够看他的节目 看他怎么去讲会员手中的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 我想我这东西都讲很清楚了 好吗 钢铁的事情 好不好 还有我刚刚讲这个留言板的事情 我说其实我都讲过很多遍的 我也不太想去讲这个事情 这个有这个网友来留言 你看到这些留言 这个是9月28号的影片 其实网路上就很多这种 该怎么讲 有些讲的东西很奇怪 又不是事实 第一个他说我是喊股票 喊钢铁股 然后说是长多 然后根本没动还跌 8月看新闻讲miniLD 时间他完全错乱了 我是7月份就讲了好不好 讲台表科 然后说台表科换负财 然后又说负财 讲完负财又跌15% 所以投资品 其实从这个内容 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什么专心看我的节目 我也谢谢这位网友 人家讲的就是事实 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同顾同业不开聊天室 股票震荡了 心情不好就要来乱 然后也有这个 有人在有老师的留言板或者是在网路上去讨论什么说我会封锁人家 老师朋友其实我都讲很清楚了 其实你要讲什么讨论事情都OK 但如果你今天是来攻击的 来栓讽的 来影响我会员的 基本上我当然我可以不欢迎这样的观众嘛 对不对 我有些人来讲什么我也没有去给他封锁 我们是看状况 你真的已经超出我们的红线了 那我当然一定会封锁 好不好 所以我节目 这么清楚的呈现的都还会被人家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 来这个早上 这个从苗栗上来这对夫妻的一个会员 他就跟我老师说 老师你昨天那个 LINE的贴文 写的内容好像有点 不是很开心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最主要是 这是我的我儿子来告诉我 你知道吗 我儿子来告诉我说 爸爸他的同学说 他他同学知道我是分析师吗 在网路上的那个 这种社团去讲一些有的没的 他我儿子是告诉我 爸爸我觉得你真的很辛苦 对不对 我这种清楚预告的 拿出证据的都还会被讲成这样 虽然我们 没办法去管人家讲什么 老师其实我也跟大家讲 我做节目 或者是我带会员 我完全就是 遵照我们的一些计划跟策略去做 一定不会每个人都满意的啦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你要看节目 你要去看网路的一些是非的东西 我们没办法去阻挡他 但是如果是太夸张的 那个我们没办法管 人身攻击的话 我们公司有法务会处理 老师的频道留言直播这些 我都敢开放 但是不代表说 你可以把我们当出气筒 好不好 老师都讲很清楚了 OK 那你看钢铁股老师是从 5月29号 先预告我看好的 我们是低档预告 有操作 准备投资名单在这里 大成钢大国钢张元海光 张元海光我们没有请会员买 我们有买的是大成钢大国钢 那当时的价格 准备给会员 我们投资名单都是有给价位的 所以会员自己买 然后在赖上面询问的 这些的图片 我以前也秀过了 所以我们是给会员一个服务 就是抠讯只能带五档内 看好的我选给会员 价格设定给会员 因为每个人加入时间不一样 有人可以看盘 他想要多做一点动作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服务没什么问题 所以投资朋友 网路上去讲什么 我没办法去管他 那你如果说是老师的观众 你播放清单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其实都解同样的问题 我都解释过了 我们不要花时间在这上面 那我是建议大家 尽量看一些正面的东西 那些很负面的 在上面一直批评的 那个对你操作不会有任何帮助 你只有乐观才会赚钱 好不好 那这是我们在六月初 第一档就有买叶辉的 23.65 大成钢这里就有买 46块多 大国钢32块多就有买 上来投资朋友 八月份我有跟大家讲 我们开始要做低进高出 对不对 所以八月21号有讯号 大国钢36块多这里有买 叶辉29块1有买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讲的股票 股本 不是说大股本就不会标 我们是尽量做一个趋势 叶辉的股本是189亿元 对不对 他可以从23块多标到41块钱 你说他能够不标吗 对不对 但是布局一定会需要时间 所以八月21号这里 我们说要做低进高出 我们有做 对不对 然后这里 八月底说会震荡 9月1号我说要高出 我们也真的高出 大国钢这里 41.5我们高出减码一半 所以这是我们有获利走人的 那钢铁股我做的股票 就那五支 大家也知道 对不对 叶辉33.4 这里走的 我们有先做减码的 回来有价差我们再买 这钢铁股怎么操作 老师朋友 暂时性我都还不会去公布 如果我有一个动作 赚了 买了 出厂了 我再来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当冲的人实在太多了 而且老师也 也知道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 你看网路上会 有人要讨论我 今天会员也讲 人家要讨论你 也代表 你是个 你四号人物 人家才要讨论你 对不对 那有些人是连被讨论都不会讨论的 所以我觉得 被讨论无所谓 但是 也代表说 我们的动作 有些人在关注 那当然 一定多多少少会影响筹码 所以我也修正了 我也跟大家讲 暂时我不会去讲 会员买卖的一个事情 那钢铁股 老师从五月份 讲到九月份 今天九月底了嘛 这些重点我帮你做整理了 我也不再附送了 我们也没有像 网友讲的 每天跟你喊 我告诉你看好 是主身段的理由 除了技术面 产业面的一个逻辑是这些 那很多人也是因为 看了我讲的题材 认同才去买的 那自己认同去买 那就是你自己买卖点的问题 对吧 所以投资朋友 那我讲的就是趋势 我七月到九月 这段时间整理 我也都跟大家追踪趋势 我没有去跟你喊特定的股票 而且我讲的股票 都是一百多亿的股本 那会员 第一档有买的 有价差 有走的 有赚的 那有些会员进来的时间点 买的 有些有套牢的 我们也都做追踪啊 投资朋友 这个我们都没有看坏的 投资朋友 最多人问我的就是大成钢 对不对 那观众你看老师跟你追踪大成钢多久了 行情不好这个跌都是量缩在跌的 好不好 那我们做钢铁股 大成钢 大国钢是 有通入美国外销的 所以我们做基建是做这两只 对不对 那另外做这个 2023的夜辉 这里布局上来 我们有获利一些走了 对不对 下来我们又有买 那什么时候买 我们当然不能跟你讲 但是我们是 你如果是这里参加的 这里买当然便宜 那这里进来的 我们买的位置 高处的地方 其实也没什么输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 你有每天看的人都知道 那我今天要跟你讲的 就是说 原物料的事情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讲的这个BCI 从7月涨到8月 从这里4000点以下 涨到6000多点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样涨 代表实质的需求 BCI是在什么的 我跟你讲 铁矿石 铁矿沙 这些原物料 那也呼应到 我今天要跟你讲的 就是钢铁 这个BCI在原物料 现在通膨 整个上来了 大家都开始在抢原物料 所以投资朋友 散装航运 你要特别注意 散装航运 今天有些散装航运 也有拉涨停板 新兴育民 像中航这些股票 有些架架 也不一定可以做 但我们跟大家先预告 散装航运的部分 你也可以去注意 因为这个通膨的部分 刚刚给你看所有的原物料 都真的拉涨上来 那所以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中国限电 电子股的选股上会比较难 我的LINE的贴文有写 那你要做的方向 一定是往原物料 再原物料的这些 不管是散装也好 或是哪些原物料 真的有机会的 会受贿的 涨价的 那电子股的部分 因为会有涨价 但是涨价 涨过头的话 蓬蓬其实影响了 还是电子 所以这方面的一个操作 选择上面 你要做 要做很强的题材 比如说像 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少数的那种很强的题材 你可以做 所以电子股的选股 会有它的难度在 那我们第四季的策略 我们也会稍微调整一下 所以跟大家预告 钢铁跟 这个散装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从 7月 讲到这个 从这里 讲到这里 那到现在是 持续性的强啊 所以钢铁的部分 基本上 投资朋友 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通膨你要做 也是做钢铁 限电也是 有利钢铁嘛 为什么 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外交订单 对不对 从4月 讲到5月6月7月8月 金属类都是第一名嘛 最近金属类变第二名 但是年增还是很高 然后你看到大陆的现产 因为限电的部分 来钢铁有些也没办法制造生产 所以这都是台湾的机会 所以这些题材之下 我都告诉会员朋友 钢铁股我觉得可以坚持 那新的投资 新的会员 新的投资朋友 其实有些股票 钢铁股 我们觉得有机会的 我们也会建议做点布局 那观众 你有钢铁股的 你看就不要来跟自己老师做 还是你自己去评估 你要怎么做 因为我也先跟你预告了 到10月13号之前 行情一定是上下震荡了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 这个重要的逻辑 周六告诉你的 我就用钢铁当案例跟你讲 股市大方向逻辑利率 这些是不是多头 是吗 产业趋势 钢铁股有没有重大改变 没有 来成长逻辑是否有可持续性 碳中和这些会维持很多年 还有基建的部分都还没开始 没错吧 所以从这个投资的角度 我都告诉你 钢铁股你就抱着嘛 好 那在操作角度 我也在周六有教你 对不对 换股条件 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标的选择 钢铁就很好的标的选择 干嘛要换 价格也没有很合适 去乱砍 对不对 然后不要对弱势股加码 摊平我都有讲 现股不要超过三成 我也有讲 我没有要你全部重压 对不对 手边资金该怎么去 控钱的钱 我建议你先做一些强势股 所以我没有要大家全部重压 你每天看我节目的都知道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网路上太多 我敢开放留言 我敢开直播 我坦荡荡 但不代表你是可以来乱讲话 影响我的会员的 这个我其实在我还没有直播前 我都讲过了 那我也跟大家预告 你这种行为太过分 我会封锁 对不对 所以我都讲清楚了 播放清单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同页 就是都用嘴巴讲 那老师都会拿出口讯 同页是这样 画圈加箭头 一笔画上去 或者是这一个 有没有 办专案开新的会员主别 新的进来再买五档 这里 电子股套牢不处理 然后 契月变身航海王 太多了 那你自己去看 对不对 老师的会员这些股票 没有什么表现有套的 我其实都讲 我也都追踪 就是那五档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 行情不好 但是你可以去看出差别 至少面板 我没有带会员去中招 航运我也没有从高档 去买那些股票 对不对 所以 你要参加会员 我都讲很清楚 call讯很重要 会员主别 对时对价 这才是完整的call讯 同页有些什么会员 买进某某某 什么会员 都没写 也没有打日期 也没有对时对价 所以投资朋友 看到call讯很重要 那call讯怎么分辨 我也有教你 而且我都是公开去预告的 来投资朋友 五月十七号 我讲台积电 公开操作 五月十三号这里买的 我有话圈 对不对 但是我有拿出call讯 552 549 这个地方 穿嫁证据 全体会员 一路追踪到八月份 是不是一直讲 告诉你 会涨价 到八月二十一号 来跌回来年限 我又跟你讲 是长线买点 我call讯 就call这两笔 五月十三号 然后跟八月十八号 都买在转折点上来 那最近台积电真的走的满满颠簸的 这个我是不会去看坏台股的一个另外一个大原因 就是台积电 但是事情真的比较多一点 但我认为中长线你还是可以考虑这样的股票 因为你真的台湾电子股里面 如果你真的不会选 做台积电在这里跌回来 买台积电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那看法上我都讲了 七八百块以上 中长线 再来代工涨价 我跟你讲 IC设计 我会涨价 8月28号告诉你 所以我跟大家讲 联发科 可以布局 最近我们不会这么看坏台股 我也跟你讲联发科有这个机会 第一个法人这样买 对不对 然后融资这样减 他也真的转强 也站上去945了 就昨天跌破嘛 来你可以看得到 IC设计的涨价 9月27号你看到新闻 我一个月前告诉你 经过我们的人脉 了解IC设计 尤其是联发科也会涨价 其实你也看到了 那不过联发科很可惜 又打回来 所以这行情真的是 不用难做一点 当然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逻辑跟成长性 看法上都没有什么变 好吗 从这边讲 所以我认为它还是指标股 那我也认为 你零股存一下 这个 你要现在要做 就要做真的最有竞争力的 最上游的 那真的 你现在很多中小型的电子股 你去买 不见得是有帮助的 好不好 我刚刚都已经跟你讲通膨的部分 然后盘式抠讯来跟你讲一下 来投资朋友 来这个是我今天给会议的讯息 你可以想想看 这讯息是不是你要的 第一个今天量缩了 然后昨天的融资减少 我也讲 威斯利 我也告诉会员 齐全筹码要时间整理 所以早上我先跟会员讲 先观察 但是不要悲观 外销数字 第四季跟低利率环境 你不要悲观 就是要整理而已 再来十点左右 我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结构有再度出现背离 你刚也看到了 所以盘中操作 然后低成交量 我们买股票 我也跟观众朋友讲一个心态 这个低量 你要买股票 一定是要等 好不好 很多投顾分析师 就抓住你的心态 你都不想等 每天都讲标股 那你参加之后 就买不到标股 你现在要买股票 就是要等 因为量就是这样 要布局 强势股不是说不能做 但那不是 所有钱都去做那个 那带会员也没办法这样带 我也讲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已经有买 基本持股 那连准会讲通膨的事情 我也讲 中国限电的事情 所以逻辑方面 钢铁股一定要有力 一定是要有 而且是有力 要做坚持 我刚也讲了 对不对 通膨限电相对会影响电子股 但我们布局选择在对岸 要强力发展的第三代半导体 电动车低轨卫星 这个都是重要题材 好 我们有买的 就这样子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逻辑要清楚 来七成散户的交易比重 你要反市场心理 现在大家害怕不敢做 你就更不用悲观担心 因为利率跟资金的逻辑都在 那只是说行情盘整 你就控管好资金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给会员 我也跟观众朋友这样讲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就闷就是这样啊 我们都是有预告的 好不好 8月19号讲第三代半导体 操作尽量按照有讯号我们做 对不对 8月20号有讯号 所以买环球金嘛 是不是一定是先布局上海才有股票卖 但是很多人是要涨停板才要追 这里高出调节嘛 我们有调节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环球金嘛 9月9号又有讯号嘛 这老师写的盘中的系统 是不是又有收敛 所以这里9月9号又是个进场的机会嘛 这里嘛 这里高出这里又再去做进场 对不对 所以9月9号这里普通会员也有买这档第三代半导体 现在在我们成本以下 大概 应该3%左右吧 我们就是先买一笔基本持股而已 新会员我都还会考虑嘛 就等等看营收 我带会员我都跟大家讲 我会先买基本的持股 对了我会加码 现在就是先布局的阶段 所以你现在想要布局 我觉得都在支撑附近 好不好 今天也是大涨的 所以大概套个6块钱到10块钱以内吧 有兴趣布局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所以 我们的特别会员高价去买环球金 普通会员去买这个 因为普通会员就是买200块以下的股票 好吗 所以我们都是看好产业 适度分配股票去布局 啊谁买到谁的会比就标 这是市场决定 好吗 我们对会员没有什么大小分别心的 就是看怎么样就去买 就照这样去布局 好吧 来那结构我跟你讲 我们经常照有讯号来 今天有这个收链讯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买这一个 啊机优跟高价目前的持股档数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现在也只能call AI去买 那AI就这档股票 普瑞熟了 我刚刚也跟你讲了 对不对 就这档股票 所以一定是有赚有赔 结长补短 那操作有讯号 然后逻辑也跟你讲 跟原物料有关系的 好吗 投资朋友 所以我都讲得很清楚 然后老师的节目 该分享的我也跟你分享 对不对 我也没有很小气啊 那赚赔就是你的本事啊 对不对 这里18号周六跟你讲 齐鸿 我说上线人数要突破500人 对不对 来9月23号 你看 当时18号周六跟你讲 我隔天的投资名单里面有齐鸿 77块钱以下可以 77.5以下可以买 73块当停损 那这个我没有买 因为我持股档数已经差不多了 但后面有不错的表现吧 你看中秋 回来还中错 还有到77块5以下 然后涨到这里 对不对 今天也帮大家追踪一下数据 齐鸿还是一个顺势架构 那因为限电的事情 它在这里有重跌 现在在支撑附近 然后我在上一集的直播跟大家讲 79块附近是支撑 现在就在支撑附近 所以投资朋友 那上面有个压力是83块4 83块6 这里有个大量套 所以短期上面行情不好 你就做个低进高出 好不好 看你的功率 看你的功率 那我在可以买的时候跟你讲 刚好大跌 你在支撑附近买 到现在你还是会赚钱 对不对 好 那投资朋友 我也跟大家讲了 将来那个股票 跟一些看好的讯息 我尽量会在LINE上面 贴文写在上面 好不好 节目因为 我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老师在 礼拜六开始 我会在东升播出节目 所以 这个 时间上面 我真的要控制 时间我可能今天要做一个小时以内节目 所以我将来的内容 我会稍微再更精简一点 那我有些东西 我就会放在LINE的主页上面 所以邀请一定要加入我LINE好不好 来 那我们上次的这个活动 对不对 股票 如果我觉得有机会的 我跟大家讲 我们不是送股票哦 周六 有给这一档吗 对不对 当时说直播要出破500人 没有突破吗 那我说 那你到老师的主页上面按个赞 留言说你要强势股 那我把我做功课的一档股票 把这个图片 传上去 所以 大家就互相好不好 你有留言按赞 帮助自领老师来 自领老师觉得还不错的 强势股 也跟你分享对不对 那怎么做 就靠你自己了哦 好不好来 所以投资票我跟大家提醒 现在很多网路诈骗 老师帐号会有灰星星 你要注意官方账号一定有灰星星 然后这里会有个贴文 你就按进去 会到我的主页贴文 贴文我已经写了好几年了 所以 这个 诈骗没办法造假 没有灰星星 没有贴文的 就不是老师的赖 好不好 那你 将来 如果我有做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强势股的活动的时候 你到我贴文 帮我按个赞 帮我分享一下 或者是你留言说你要强势股 好那你按完赞留言之后 你手机就做个截图 截图之后到LINE的这边 传那个截图给我们 那我们会把强势股 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下次 那你就传过来 好吗 这只股票 台股这两天 当跌了500点 你在支撑买还是赚钱 对不对 有拿了投资朋友 你就自己知道 我有写支撑 我也有写压力 如果压力到了 有 有赚钱 那我们再来公开 好不好 这也是第三代半导体的题材 我提供的就是符合我的架构 顺势的股票 会员也都知道是哪一档 好吗 所以这是有逻辑的 希望你们会喜欢 所以还没有加LINE 一定要做加LINE 好不好 来老师都会定期提供 信用筹码一律名单 然后 你可以加入LINE ID在这里 小老鼠 HNT 一定要加小老鼠 或扫描标签 那影片下方 你有个股问题 或是参加询问会员的问题 影片下方点标题都有申请表 可以透过申请表 来做一个提问 加LINE询问都可以 扫描标签也可以 好 所以呢 明年看好的科技产业这些 我们先去做这些的一个方向选股 选好股票之后 如果股票有符合系统的转强 适合买我就会买 那股票档数如果差不多了 我没办法买 那我就放投资名单 就这样 跟老师合作就是这样 好不好 我都先讲清楚 那这些是看好的 将来要再缩减 我们再做缩减 所以我这个在9月18号先跟你预告 OK 那电子股目前有比较多杂音 所以操作上也比较不急 那原物料这一块 钢铁这个部分 是目前你可以先优先注意的 然后呢 10月份有这个 鸿海的这个MIH的一个展览 然后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讯息是新的 今天的 他还有收购了一个车厂 电动车的一个巴士的车厂 不知道是真的来假的 所以其实10月份 我觉得不用那么悲观 然后这个 鸿海的这个会议 好像是在10月18号的样子吧 上次我有点忘记了 所以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鸿海的一些股票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鸿海的一些股票 2201嘛 玉龙嘛 当初大侠解读这里 我跟你讲 先不要买 因为架构还没有符合嘛 最近有点转强了 然后呢 43块5 这附近有套牢 所以这里会先横盘 还没有符合顺势架构 可以观察 因为这个是10月份 有这个题材性 电动车本来就是我们看好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5243的鸿胜 鸿胜 它也还没有符合 顺势的系统条件 这个都还没有半多 所以我跟大家讲 先观察 这也不急的嘛 然后我还有讲了什么股票 2328嘛 广宇 广宇它也还没有符合顺势系统 周线是在多方 慢慢有转强 日线有慢慢转强 来39块多 39块 39块4这边有套牢 上面是43块钱套牢 所以这个也先观察就好 来另外一个 上次没有讲到的 2354的鸿准 来鸿准就有符合老师的顺势条件 所以这里面当时解读要买 就是红准 红准今天创新高嘛 那你先不用急的追 来 他有刚刚有这边有转强的 动人也向上 对不对 现在收盘是70块3 下面的支撑在67块5 所以如果有稍微回来 你要考虑再考虑 所以电动车的部分我也跟你分享 跟鸿海集团有关系的 里面比较强的就是红准 好不好 所以你想做的话 我们投资名单都有设定价位 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脚步 来认同理念的跟上操作 保密不要卸军机 不要把投资名单抠讯外流 拜托会员 好吗 然后 资金充裕再参加 我跟大家报告 你要什么借钱的 房贷信贷都 不要考虑 用融资操作 不要考虑 钱购再参加 好不好 赚足才要凯旋 像这种钢铁股 我们有设定 比较大获利目标的 我们希望真的 帮会有没有 尽量赚到我设定的目标 那行情不好 可以做低进高出 我也尽量做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操作不可能完美 也不会每个人都 都一定是满意的 但是我也讲过了 将来 我尽量不要请新会员 去买旧会员的股票 因为这个成本不一样 有时候进出的考量会比较多 所以原则上我的做法会持续性的 去做进步跟检讨 所以其实不用观众来检讨我 我自己每天 一段时间我都会自己检讨自己 会员都是知道的 好不好 所以认同理念跟上操作 我刚刚都跟你预告了 10月中之前会震荡 但不要悲观 红海这个是一个机会 那原物料是你可以先去注意的 那电子股的范围 你要说点缩小 认同理念就跟上操作了 OK 所以今天直播就先进到这里了 那我们在周六晚上的8点 再跟大家见面了 好不好 谢谢各位 时间上的关系 有点晚了 非常谢谢各位 那今天 耽误到大家时间不好意思 好 周六晚上见了 谢谢 拜拜 那待会 音乐结束之后 再跟线上的好朋友 好 打声招呼了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